这是震惊全国的温岭杀医案 眼前你看到的监控并不是地震 而是真实的杀人现场 一名男子在温岭医院 拿着尖刀对着多名医生疯狂乱刺 最终导致一名医生当场死亡 一名医生重伤 而在凶手被捕后大放厥词 声称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更多患者 能够得到应有的治疗 自作孽不可活 他就有自取 该起案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而凶手的犯罪动机 却着实让人细思极恐 眼前这名男子 就是本案的凶手连恩卿 当他面对记者采访时 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回答我的问题 假如医生错了 由谁来纠正医生的错误 也是他们狼狈为奸 对我说造成的 谁和谁狼狈 好 说得好 又有问题又来了 那么他与这些医生 到底有什么样的仇恨 以至于到被捕后 他依然如此愤恨呢 2012年3月20日 连恩卿感觉鼻子不舒服 去往浙江省温岭市 第一人民医院救诊 当时医生给他做了鼻中纠正 以及鼻内静下 鼻腔微创手术 当时主刀医生为 副主任医师采谋 手术过后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非常成功 于是等到病情好转后 让连恩卿回家休养 然而之后的日子 连恩卿就越发感觉不对 他始终觉得 自己的鼻子不怎么通气 甚至到后来每一次呼吸 都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我叫董倩 主张电视台的 结果 现在还是第一次 一年了 特里面有一一的心 每次呼吸 右侧 脖部 胸 一口 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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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晚上 睡觉做到这个 这个我一不远去 时间不会超过十秒 真的就很舒服 这是你自制的还是 这是那个原住笔上面拿下来的 一个笔套 显示的那笔套 我每天都靠这个 我来睡觉呼吸 但是 头呼吸 不疼了 从 病毒完全不疼 至少好百分之五十以上 因为这件事情 连恩卿找到医院 请求医生帮忙解决 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个检查单 最后检查结果显示 连恩卿根本就没有问题 这个结果让他无法接受 因为在他看来 病情在自己身上那是实打实的 我要说 我只能相信 我目前症状 于是之后一段时间 他又多次找到院方 要求给出解决方案 可医院这边为这件事情 组织了两次会认 最终一致认为连恩卿的手术很成功 根本就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认为手术是失败的 我感觉不好 这个怎么去定义 因为从你感觉上 这个手术是失败的 但是种种医学数据 包括这个照片子啊 这些医学的手段都显示 这个手术没有失败 这个手术是成功的 此时的连恩卿认为 医院应该是在隐瞒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于是之后一年 他先后来到了上海 杭州等地进行检查 光是复旦大学附属 而逼侯医院的CT检查单 就高达好几十份 可这些医院最终给出的结果都很一致 连恩卿只是轻微的鼻痘炎 根本就没有其他问题 此时偏执的连恩卿认为 这些医院的系统都是连网的 一定是之前温林医院在里面动了手脚 导致自己根本就无法了解到实际病情 拍给我虚拽的身体 自从他的身体给我以后 我不管去哪个医院 都拍不了真正的人 只是说我真正本该也有存在的病情 无奈之下 连恩卿来到了温林市卫生局反映这一情况 当时卫生局仔细审核过他提供的资料 医人认为手术并没有任何问题 这根本算不上医疗事故 据接待投诉的工作人员回忆 连恩卿自己也承认 多家医院的复诊结论都说手术没问题 但他坚持认为 是多家医院串通医器在骗他 此时的连恩卿多处就医碰底 他的精神也愈发异常 据家人称那段时间他十句话里面 有八句都是在说他的鼻子 并且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甚至对家里人也是性情大变 无奈之下 家人们怀疑这孩子可能是精神有问题 于是将他带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当时这边医生诊断结果为持久妄想性障碍 虽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但对于家人来说 似乎也找到了连恩卿偏执的原因 于是在这家医疗中心开始治疗 可整整两个月时间过去了 连恩卿硬是一点都没有好转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竟在2013年10月25日这天偷偷跑了出去 并搞了一把榔头和尖刀 直愣愣地来到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此时他第一个要找的人 就是给自己煮刀的蔡医生 可当他来到五楼蔡医生的诊室时 里面竟有五名患者正在就医 当时看到连恩卿来者不善后 五名患者用尽全力将门给堵住 而连恩卿则是拿着榔头不停地敲打窗户玻璃 没砸几下 他就发现旁边诊室的王医生 这个王医生也是自己的主治医生 于是他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他连捅了祈祷 当时王医生中刀后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往外跑去 可没跑多远 他就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与此同时 另一诊室的另一名王医生 跑到走廊试图控制住连恩卿 不料他已经杀红眼 在挣扎中捅到了这位王医生的胸部位置 接下来 他一手提刀一手拿锤 又冲进了楼下的放射客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捅那个之前给自己拍片子的林医生 由于当时速度很快 连恩卿冲进CT时 拉着一名医生就连此三刀 而三刀之后他才发现捅错人了 此人并不是要找的林医生 而是另一名江医生 也正是在这一愣神的功夫 医院保安纷纷赶到 将连恩卿强行控制起来 之后警方在连恩卿的家里 发现了墙壁上写着两位医生的名字 而且上面的时间是在案发前两个月 这就说明连恩卿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两个月前就已经计划好的 此时所有人依然有个疑问 这个连恩卿精神到底有没有问题 他为何面对多家权威医院出具的报告 他依然坚信这些CT报告被作假了呢 原来就在连恩卿出院不久后 许温岭是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室 连恩卿就发现这些CT单漏洞白出 他27号做的检查 出具报告的日子竟然是26号 而且自己姓名也经常被弄错 姓名 他看病的姓名啊 连恩卿有的是有三点水的 病理上打出来 有的是写上是没三点水的 年龄 有的是33岁 病理卡上 有的是80岁 不一样的 他对这个意见也很大 也是因为这个极为不严谨的报告 让连恩卿下意识地 去质疑这些检查结果真实性 法庭上 连恩卿的辩护律师 提出连恩卿有精神疾病 但遭到了连恩卿本人当场的拒绝 他认为自己非常正常 而他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揭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觉得用杀人这种方式 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报告 把内部给他解决 就要通过组绍医院人 他们可以得到一位理解 你觉得他们暴露了吗 所有的患者都可以更好的 得到治疗了吗 我不会 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达到 达到了吗 不知道 而法院这经过检查 也得出结论 连恩卿在案发时意识清楚 根本就没有精神病 最终温领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连恩卿死刑 但他当庭表示不服判决 并提出上诉 2014年4月1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 驳回了连恩卿的上诉请求 一个月后 连恩卿被执行死刑 这起案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连恩卿也算是受害者 长期被病痛折磨 甚至是每一次呼吸都痛 那确实很有可能会让人崩溃 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都不可能成为杀人的理由 而医院方面或多或少 也是有一些责任的 临行前 记者询问了连恩卿 一个直击他内心的问题 退一万步讲 他错了 应该这个错由谁来惩罚他 真的 你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医生犯错了 应该由谁来惩罚医生 那你当时认为我 我所回答我的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 人非圣贤 即便医生有错 也不该由病人来惩罚他 你认为呢? 我希望你去找一个阻撓 永远福 你认为我